两个大男人走在路上 只剩头在水面上 其中一人还得拿着竹竿撑着走 这里是台南光庙区 归洞里的最低洼区域 开米台风带来好雨 伊斯拉宫殿水库泄洪 造成二人稀暴涨 淹水出就在南雄桥旁 低洼区水沿一米七 民众租家内家具全泡汤 小冰箱都浮了起来 好在没人受困 但在新化区虎头西攀的工厂 就没这么幸运了 工厂淹水水最深淹到一米高 两人两狗受困 新化骚防队已向皮顶深入 将工厂内的两个人跟两只狗 成功运送出来 台南后壁区也因为巴掌吸水暴涨 导致堤防破损 冬田成了汪洋一片 吸水冲刷路面不断被掏空 上前洞里在田中平方有四人受困 好在消防队前往全宿张人安全救出 大雨不断下水位持续上升 巴掌溪为后避雨加一线水上沙台一线交界的巴掌溪桥旁边提防 受水流冲击发生破损产生缺口 先用大卡车钓越销布快挡住 希望能把灾害降到最低 美式选政部会林俊明 台南市报道 MOD自由选自选50自选20 赶快加入民事新闻台